这是说日月灯明佛在当时说还言的这个情况 接下去是三藏 就是欧函 还有四教并坛的方腾 带通别明元教的般若 那么经文说 为求生文哲 说应是地方 度身老病死 就进涅槃 为那些生文甘心的人 就是藏教甘心 藏教的生文甘心 属于生文甘心的人 为什么叫做生文呢 文佛所说四地法之生而悟道的 正欧罗汉国 这类甘心就叫做生文甘心 为了那些求生文果位的根性的众生 因他的根性而说 说这个四地法 就是苦即灭道四地 那么要他们知苦 断疾 木灭 修道 就是属于生灭四地 那么这个世间三界六道 实在是苦 人有生劳病死之苦 所以叫做度生劳病死 生文人看到这个世间 人有生劳病死 实在太苦恼了 赶快希望超脱 所以要断剑之祸 超出三界 这度生劳病死 究竟涅槃 这个究竟啊 只是到生文的结尾的究竟 越超出世间的生文的果位 最高的境界说 就是偏真涅槃为究竟 偏以真地之离的一边 正到这个偏真涅槃 所以叫做究竟 那么这个偏求 都是为这些三圣更新的众生 而是说的三圣要法 那么这就说明 为藏教的更新啊 说这个生文法 要他自活断继 木灭修道 因为他们总是觉得 这个三界的果报 实在是苦的 既然是苦啊 没有办法使令他变成快乐的 所以世间是一个一大苦孩 所以后边比喻平说 三界火则众苦充满了 环瑙造业 这是苦因 就是极低 如果不断苦因 苦果是不稀的 没有办法止息 所以要断极 知道世间是苦 就要断极 爱慕就近出世间的涅槃 所以木灭修道 灭就是灭地涅槃 修道就三十七道平 四念处四正秦等 就是前方便 正出国的前方便 就是七方便人 有三支量四家行 这在藏教里面都有一一说道的 那么由此就可以超出世间 而正到这个出世间的偏真涅槃之国 由此就出苦了 那么这是为他说四地法 应他的根性而说 所以就为之说应四地法 所说的法 应这种根基 所以应 应就是应基而说 说法如果不能应基 众生得不到受用 所以佛都知道众生根性 这个人应当要听什么法 才能开悟 才能断烦恼了生死 佛是了了明白 不像我们没有办法了知众生根性 总是知道什么说什么 那么是不是应基 这就很难说了 那么只是尽点力量 把佛法把它表达出来 让大家来一同学习而已 其次说圆诀 彼自佛法 为求彼自佛法 否则说应十二因缘法 这还是在藏教的 比较立根一点的彼自佛的根性 就是独觉圆诀 彼自印度化 彼自家罗 翻成中国话 有两种意义 有佛出世的时候 出现世间的 就圆诀 观察十二因缘的 凡面门而觉悟的 叫做圆诀 那么如果世间没有佛 而自己觉悟的 观察无常而觉悟的 那个叫做独觉 独自觉悟 那么现在是月有佛事 佛出现世间 说十二因缘 无名原形 心原事 事原名色 明神原六入 六入 原处处 原寿 受受原 爱 爱原 取取原 游 游原生 生原老死 游被苦恼 这个叫做生灭门 就是生祈的元祈 就是十二因缘 众生 轮回生死 都是如此 那么现在他知道 这个生死根本在无名 所以他从无名下手 所以彼自佛 这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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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根性的人 比较立根 他从极地下手 极地下手 生灭门 流转门 也就是所谓流转门 无名原形 乃至生源老死 这个叫做流转门 众生流转生死的情况 就是流转门 这个流转门 就是包含苦疾二地 详细说明苦疾二地 还灭门 从无名下手 无名灭 灭 灭 灭灭 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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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生灭 这老死 游被苦恼灭 那么这就叫做还灭门 还灭门的十二因缘 灭门就是灭到二地 正国就是灭地 正修就是道地 彼自佛的根性比较立根 不立分国 所以没有像声文 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他只是有学无学 正修的时候 是有学的彼自佛 成就了就是无学 就是正道涅槃 不但是断建之后 也能把部分的 这个习气 能够去掉一部分 所以叫做比较立根 比声文比较立根 释迦牟尼佛在世 没有另外建立 彼自佛的这一类声文 通通包含在声文更新里面 实际上像社里佛 像摩侯加社 这类欧罗汉 它都是彼自佛的根性的 它比起其他的欧罗汉 要立根的多的 上面是说二圣法 声文圆诀 接下去是说菩萨法 为主菩萨 说应六波罗蜜 如果是大圣根性 他有慈悲心 发愿要自立立他 有四红诗约 这些菩萨们 应当就为他说六波罗蜜 就是六度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餐厅 波罗智慧 修这六度能到彼岸 所以叫做波罗蜜 那么由此使他将来正国 究竟成佛 令到哦诺多罗三摩三菩提 这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佛国没有比这个再上的 所以叫做无上 佛所正的觉悟是最正确的 以一切众生平等 所有的理性 他彻底正悟 正等 他的觉悟是彻底的 所以叫做正觉 或者是由下而上 说明正觉 简别凡夫的不觉 简别外道的邪觉 那么三圣圣果 都可以叫做正觉 欧罗汉也是正觉 但是他不是正等 菩萨自立立他 自他两立平等平等 他远亲平等 不起分辨 那么菩萨可以叫做正等 就是正等正觉 那上面还有佛呀 不能叫做无上 只是由上是 是正等正觉 只有佛 没有超出佛的境界的 所以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简单说 哦诺多罗三摩三不提 就是佛的果位 成佛了 成佛就是哦诺多罗三摩三不提 那么由修这个六度法门 能够成就一切种智 能够成就一切种智 若三智说 佛国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 三智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这个叫做三智 生文人的智慧叫做一切智 一切 总义 总包含一切智 这个总 懂得诸法的总相 那叫做一切智 生文人懂得诸法的总相 所以叫做 他的智慧叫做一切智 什么是诸法的总相呢 诸法的总相就是空 空就是诸法的总相 没有一法不空的 你看哪一个法不是空的 这个空不是没有啊 世间人听到那个空就是没有了 看看啊 不是这个空 这个空啊 是显示这个法没有实在的体性 空者无自信义 无实体义 任何一法没有实在的自信 没有实在的自体 没有实体 那就叫做空 并不是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灭掉了 才空啊 例如我们人生 四大五愿甲合而成的 把这个地水火锋四大分开 人在哪里啊 哪里有人口的啦 把这个五愿当中的受想形式 去掉 但诸法的四大 是个死人啊 亨贵就烂掉了 没有用啊 所以这个人是四大五愿甲合而成的 没有人的实体可当 所以人当体即空 体悟这个空意 哪一个是真的 没有个真的 都是假的 假的就是空 那么中法没有实体就是空意 身为人只体正空意 他不知道假象的假意 只正真空 所以他有一切字 一切是诸法的总体 包括一切诸法的总体 诸法的总体的本意就是空 他能体正空意啊 所以叫做一切字 但是他不了知差别像 从空出甲 这些万有的假象啊 他不能够了达 所以他有法值 是断我值 还有法值 那么就是只有一切字 而没有道种之 道种之 道 就是指菩提道 种 是差别像 世间出世间 一切法的千差万别 这些种种的千差万别的差别像啊 就是假象 种种的差别像 假象 菩萨都了了明白 他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假的 所以他有修假观 明俗地修假观 知道一切法都没有实体 是假的 但是假的 他有知道这些假法的一切万象的分别 了了长字 那个叫做道种之 能够了知诸法的假象 清清楚楚的 那个智慧叫做道种之 就是千差万别的 法的假象 大字世界 小字围成 了了长字 明明白白 这个叫做道种之 那么这是 不但是知道种象 也知道别像的假象 那叫做道种之 那佛呢 这两种智慧彻底具足 而且究竟彻底 所以叫做一切种之 一切就是一切字 种就是道种之 意思就是说 深温的一切是正空的智慧 佛圆满具足 而且超神的多 菩萨的了知诸法的种种差别像 这是这些假象 菩萨所知道的这些差别的假象 佛也彻底明白 而且更为彻底 所以叫做一切种之 那么佛的智慧 所以懂得懂得总相 也彻底了解假象 而且源用无碍的空甲不二 真属皆中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 这个智慧就叫做一切种之 那么因此 月三字说 生文一切之 菩萨 道种之 佛 一切种之 现在这里说 成一切种之 就是使令一切菩萨 通通都能成佛 能够通达一切诸法的差别像 总像别像都能明白 那么这就所谓 松照 双照 双照二边 就是所谓 元用的中道了 那么这个为菩萨说六度啊 包含三藏里面的菩萨四六度 也包含方等会上的菩萨的理六度 乃至理四五爱 四四五爱的道理 通通包含在里面 也包含般若会上的 带通别证明元教的菩萨行的六度 所以这个菩萨道啊 就包含三藏的菩萨 方等会上的四教并谈的菩萨 般若会上的带通别证明元教的菩萨 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了 因为前面已经讲的 有的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用简单的说明 如果详细的去推论了 连这个华言会上顿教的菩萨也包含在内的啊 因为这是同职前四十的菩萨啊 所证的果的啊 那么都能够使他圆满成就 那么这上面所说的就是因第一尊佛 日月丹兵佛的第一尊啊 那么说明过去的佛呀 以过去释迦牟尼佛四十年来所说的法 大致相同的情况都一一续说完了 文殊是个大智慧 所以他这个我说明这个道理呀 非常的巧妙 在第一尊佛 说这个前四十教已经过去的事情 在第一尊佛一一表达出来 然后简略的说明两万尊佛同名的二万佛 然后最后说的最后一尊 最后一尊才说这个以后的四十相同的情况 那么就可以表达出 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要说法法经 那么在后面最后一尊佛才说 这就显示啊我日后的大事 上面是尹一佛同 那么三段文 这个十节标明说法 到这说完了 那么如果要研究要注意那个科判 科判的段落要搞清楚 接下去呀 四佛有佛以下 是庚子下第二段 因二万佛同 前面说的日月灯明佛 是九远节前的第一尊 那么接住还有同名的日月灯明佛呀 有两万位 所以经文说 看出经文 四佛有佛 一名日月灯明 四佛有佛 一名日月灯明 如是二万佛 皆同一字 好日月灯明 又同一姓 姓波罗多 米勒当之 初佛 后佛 皆同一字 明日月灯明 十号具足 所口说法 初中后善 这一段文呢 就是因二万佛同 文俗所经过 所亲近的佛太多了 这只是同名的日月灯明佛 就有两万尊 前面第一位说过之后 接下去还有两万位的 同名的日月灯明佛 那么这里简数 把它续过去 然后说到最后一位 其次 佛有 前面的第一尊 日月灯明以后 其次佛有一尊佛 也叫做日月灯明 其次又有佛出现时间 所以叫做佛有 佛有就是又有 又有佛出现时间 它名字还是一样的 一名日月灯明 这样子每一尊佛同名 叫做日月灯明啊 一直连下来 如是二万佛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一直算到第两万 这两万尊佛相续出现时间 一尊佛入面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又有一尊佛出现 通通叫做日月灯明佛 这个很特别啊 那么同样都是日月灯明佛 佛没有我像 没有我像 而且佛有大智慧 他寥寥长知 如果是我们人 大家都同名的话 这一叫大家都起来了 不晓得是叫谁了 比如说是两万位了 有两个同名的 假如我们这里有两个明堂 我一叫明堂 两个站起来了 不晓得是哪一位才对 那么你看我 我看你了 这是凡夫 凡夫的境界是柔子 佛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两万尊佛同名 都叫做日月灯明 是不是真的 每一尊佛都叫做这个名字呢 当时也许不一样 因为这个日月灯明 只是表示他的智 智德 断德 恩德 只表示他的定辉 表示他的自形化 他的智慧 那么当时的名字 只是以这个三德 定辉 自形化 他的意义相应 都可以建立名字 既然如此后来 都可以叫做日月灯明 都可以叫做日月灯明 所以这个万佛里面说 过去有好多 跟释迦牟尼佛同名的 释迦牟尼佛也有很多 能人击灭呀 那么以能人击灭的道理来说 只要你是个能人击灭 都可以叫做释迦牟尼 都可以叫做释迦牟尼佛 那么因此 这两万专佛都是以他的智德 断德 恩德 来表示他的名字 或者是以禅定 波瑞智慧来表示他的名字 或者是以自形化 他来表示他的名字 那么这都是以三智相应 都以日月灯相应 那么不妨都叫做日月灯明 所以这个两万尊的日月灯明佛 在当时他出现世间的时候 是不是叫做日月灯明 这个无关紧要 只要以三智相应 定会相应 自形化他相应 当时的名字虽然不同 以后不妨说同了 那么这就是佛法 那么所谓佛佛道同 不但是礼同 字也同 连名字都同 甚至还信也相同 所以说皆同一字 同样是一种字号 字就是名字 和名字相同 他的号都叫做日月灯明 而且他们都是同一个信 信什么呢 波罗多 波罗多是每一尊佛的信 都信这个信 波罗多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是利根 利根 能够成佛还不利根吗 不利根也叫做利根了 所以这个利根同性啊 如果与利根相应的信 都可以叫做波罗多 这两万尊佛 通通 他在家的信都叫做波罗多 这是减数两万佛 那么这里把这个请问的米勒菩萨呀 提醒他一下子 所以说米勒当师 米勒菩萨你刚才问我啊 你现在应当也知道耶 这前面两万尊佛 他的名字都是相同的 初佛 后佛 接同一字 不但是中间两万尊都相同 是这个名号日月灯明 第一尊佛 叫做日月灯明 初佛 最后一尊 也叫做日月灯明 后佛 初佛第一尊 后佛最后一尊 他都是同样一个名字 叫做日月灯明 大家同名 同名同号 这个很好啊 没有分别 不像我们名字不一样 都有分别 那么既然他 他这些佛都叫做日月灯明 明日月灯明 那么所正的礼仪相同 字也相同 名号相同 所以十号具足 这一句话就把前面的如来应供 政变之明行足 一直到佛世尊 通通包含在里面了 十四个字就可以包进如来以下到世尊 这个两万尊佛通通都有十号 那就是两万位都要讲十号 那还得了啊 所以有说法法经没翻译过来之前 在印度啊 如果是把他这个备业都把它排下来 可以排巴里路 如果把这个两万尊佛的十号都把它排下来 就够了 不要说这其他的 你看有多长了 所口说法初中后上 他这些佛 每一尊佛 所有在当时可以说的法 为什么就是可说的法呢 有什么法不可说呢 无声不可说 那么诸法当中 离是不能说的 说得出来的都不是 能说的都不是 真法是说不 没有办法说的 因为他是离颜相 离名字相 离心颜相 连心要去想 他就想不到的 别说是要说他了 怎么能够说得到呀 所以说不到的那当然是没办法了 我知道这杯水多热 我无论怎么说 你也没办法体会 你不懂 你没有办法体会怎么办呢 喝啊 你们大家来喝 都不就都知道了吗 所以那个要 像人随这种情况 要自己才知道的 这个没办法说 是不可说 那个叫做没有办法说的法 不可说的法 所以现在是说口说的 你看这个文字多妙啊 你们平常读经啊 就是这样好像 假婚一休想啊 一直吞下去言下去啊 这里他为什么叫做 所口说法呢 因为你本来是不可说的 所以这个 般若经里面 大致多了也说到 生不可说 生不生不可说 不生不可说 不生不生不可说 这个叫做是不可说 生与生也不可说 生与不生不可说 不生与生也不可说 不生不生都不可说 通通不可说 那不可说你怎么说 你有因缘故意可的说 有因缘该说的时候 要说给你们知道啊 也可以说 有因缘故意可的说 这个所口说法呀 就是那个 有因缘故意可的说 那么不可说的 就是前面的这个 是不可说 那你明白这个道理 他这句话里面是就有玄机了 里面道理就很深了 我们明昌就是这样 哗啦哗啦念过去 不知道他的意思 只这一句所口说法 这四个字啊 您就可以看出这个翻译的人 用十字妙 他的用十字妙 听经 听经要听这一类的经 你只听我讲故事 好笑 那没什么用啊 所以真正懂得这些道理 别说多了 你今天来听 只听到这一句 所口说法就够了 平常都没有注意到 法有什么不可说的 是有不可说的 是不可说嘛 那么除掉这四不可说之 实际上这四也可说呀 为什么可说呢 有因缘故意可得说 因缘成熟了 该说的时候就说 我们现在因缘成熟了 该说 说出来让你去体会 那就可得说 所以所可以说的方 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方 现在都把它表达出来 初中后善 那么这就前面所说的 初善中善后善了 那么这个初中后善呢 总包含前面四十 不但是顿教的初中后善 建教也具备初中后善 所以天台家 他把经文判这个四分 续正流通三分 跟其他各家有许多不同 最起码 他那个后边的流通分 不会单把那个佛说 此经以以下的文字 判作流通分 你看这个法法经的 判的这个三分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后善的流通分 里面也有很深的道理在 不是只是说细受奉行而已啊 里面还是有正宗的道理在里面的 所以他这个流通分也是善 所以叫做初中后善 每一种法 无论是顿教的华言 藏教的欧函 方等的私教病谈 波瑞德的戴通别真名元教 这些所有的教典呢 都是初中后善 血分是初善 正中分是中善 后的这个流通分是后善 我经常把这个前面的 四教的名乡啊 随时都搬出来啊 让你经常这个 经过这个耳根啊 把它踢熟了 踢熟了啊 这个所谓藏教啊 通别圆啊 什么四教病谈啊 戴通别证明元教啊 眼间别啊 存缘独妙啊 这些名乡经常 这个经常听啊 你听熟了 你看到天才的教典 一看就了之了 那么以后你看到天才的著作啊 你看到这类的文字 你都要微笑了 会心微笑啊 为什么 听过了 我听得太熟了 也许你在听的时候会显啰嗦 这个法师这么啰嗦啊 这个东西啊 同样的东西嘛